原文在族 書接上一回 話說上次講到 崔老道教了一個方法給鐵柱 說這樣可以消滅那個何妖 鐵柱已經去過一次了 正所謂一次生就兩次熟 由於第一次的經驗 第二天就坦然很多了 日後他照樣就出去拉車 未到天下就收車回家 他吃飽喝足就牛腸在家 等到晚上的掌燈時分 他爹和娘都睡了 他又點了一枝印紋香 他看床頭的子符也貼好 手中就騙第二枝鋼針 他什麼都不想 一點上床他就睡了 他再一馬大眼 又從屋裡面走出來 就好像坐下那樣 不經不覺 他又走到了那條黑暗無人的土路上 這條路呢 第一天已經走過一次了 他轉回頭 看準了香火的位置 然後又順著土路向前走 那又跟第一晚一樣 又遇到那個穿黑衣的老爺 那個老爺這次顯得很急 他對著鐵柱的話 今天你就絕對不可以過去了 你先停下來 你先停下來 聽我說的話 我告訴你 等我說完之後 你就是要走 我都不難理了 鐵柱記住吹路說話 對那個老爺看都不看 直徑往前走 那個老爺追上來就哀求了 年輕人 你站著聽我說話就可以了 只要你轉過來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你要錢了吧 鐵柱雖然窮 但是很有骨氣 他此刻腦裡面只有一個念頭 就是除了那隻河妖 他是警長楊二爺報仇 什麼寶貝 什麼錢都賣不到他的 那任憑那隻老爺 嘴皮都磨到爛了 鐵柱就是不理 那老爺突然間又說了 年輕人 老夫枉費唇舌 你又扯聽老夫一言 你有了錢 想做什麼 想做什麼都行 你想不想儲三婆 你想不想吃什麼好東西 你要什麼就儘管開聲 只要你說一句 我即時幫你拿過來 雖然崔老道沒有說破 但是鐵柱這個時候 他都看出來 這個黑衣老爺 大多數就是有大清河的河妖化身 崔老道說的話 他現在還記得 任憑你現在什麼都好 他自己就是不出聲 他對著老坑說的話 衝以不穩 一路走到水邊 把手裡面的鋼針扔進水裡 然後轉身離開 就好像昨晚一樣 他一起來 又發現手裡面的鋼針不見了 那第二天一大早 鐵柱打開家門 就見到崔老道在演主裡等他 那兩個人 一起來到門口的早餐店裡吃了早餐 鐵柱就將作業的事說了一次 崔老道就告訴他 可不可以脫到河妖呢 成敗就看今晚了 就差這一夜 這次是最後一次 你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稍有什麼閃失呢 我都救不到你 雖然說 這個計劃是我出的 但是你在夢裡有什麼事的話 大羅神仙也救不到你 鐵柱就說了 道長你放心吧 我這把嘴呢 就好像被針縫一樣 絕對不會躲出半個字的 那吃過早餐之後 他就遲變了催老道 仍然出去拉車賺錢 晚上他就貼好了指符 點了第三支引魂香 就握住最後一支鋼針 放在床上邊 吃到半夜 鐵柱又起床上腦了 這條腦呢 鐵柱已經走過兩次的 路上有什麼哄哄哄哄 他都知道 閉上眼都會走 那走起床 比前兩天還快 估計 肯定會撞到那個老爺 鐵柱暗地 你告訴自己 千萬不要管那個老爺 果然不出所料 走到半路上 他又遇到那個黑衣老爺 那個老爺這次又急又生氣 暴飄如雷 伸著手指指著鐵柱的臉畫 你這個臭小子 還敢來呢 鐵柱心裡 只是想著 讓我走到水邊 把你最後一支鋼針扔下去 然後回家 大清河的河妖肯定死定了 這次肯定可以跟楊宇爺報仇 那因此 他對那個黑衣老爺 看都不看 直經往前走 那個老爺說了半天 見到鐵柱都不理他 不由得老修成 他一沉臉目露康光 咬牙齒齒地說 既然你這麼絕 那你就別怪老夫無情 今晚刻 我就要你們全家都死無葬身之地 鐵柱這個人 是一個智孝之人 他自己怎樣也不在乎 為了幫楊宇爺報仇 千刀萬拐他都勾得出去 只是怕連累家裡的爹娘 他一聽你的話 心裡又怕又生氣 但轉念一想 不對 這條老爺又不認識我 怎麼可能知道我家裡住在哪裡呢 那就差點上了他的當 那個老爺見到鐵柱心神不定 現在有點亂了方寸 但始終都沒有開口 於是他就繼續惡狠狠地說 你不相信是吧 好 你看著來 我現在就去吃了你家人 鐵柱見到那個黑心老爺說完 就往他家那邊走 那他就真是以為對方要開心 想死了 他雖然不認識我 但眼前只有一條路 那如果他信著那條路走 那就真的會找到他家裡的 他一想到這裏 再都忍不住 連忙轉身就叫 你敢 怎知道他一開口 身後那些香火一下子就關了 眼前一片漆黑 再都見不到老爺 這鑊東西鐵柱真是朗著丟 後悔到他 但是此時此刻已經沒用了 什麼都知道 那說回兩頭 鐵柱這邊忙著 崔老道一樣沒有靠好睡 一直心驚肉跳 總是刑照會出事的 那等雞叫他又坐在院子裡等 一直等到天亮 始終都見不到鐵柱從屋裡出來 他都心之大事不妙了 吹老道連忙推門進去一看 那支香火早就已經關了 鐵柱直立地躺在床上已經氣絕身亡 手裡邊依然死死地拿著那支鋼針 鐵柱的家人和鄰居是不知道什麼回事 這個年輕人昨天就生歐歐的 睡覺前還活不亂跳 為什麼說死是死的 終於有人落淚 有人怨色 那仍然有些懷疑 都想不出個所言 那或者這些就是命 只好可憐鐵柱老爹老娘 在這裡哭到死去活來 那兩老呢 就只有這樣一顆仔 他這樣一死 以後就再沒有依靠了 吹老道心裏面一清二楚 只有他才知道出了什麼事 但是他不敢聲張 一個人躲在那裡抹眼淚哭 他就暗自發誓 不除掉大清河的河妖就誓不為人 但是他心裏面很清楚 好像明鏡一樣 如果他自己去報仇就肯定不行 想要完成這件事肯定找人幫忙 那問題上找誰呢 吹老道想 可以除這個河妖的人 除了年輕之外 還要有關鍵兩點 一是要膽大不怕死 二是要鐵石心牆 因為吹老道聽說 鐵柱死之前說過 就知道河妖會在半路上百般恐嚇 千般誘惑 如果心神稍為不定 靈魂出竅之後就再都回不來 那究竟要去哪裏才找到這個徐妖的俠視呢 那轉眼之間又過了一個月 吹老道還未找到合適的人 終日就愁眉不展 加上又心急如焚 嘴又熱氣 就起了個大拋 那個腮腫得很高 飯都吃不下 這個河妖又興風作浪 不知道害了幾多人 楊二爺和鐵柱都搭了一條命進去了 想到這裏 吹老道心中一陣那樣 不知道幾時才可以幫這兩位報仇 這一日 吹老道就坐在礦上發牛頭 他忽然之間又想起一位 就不是第二個 正是之前送綠燒奏表那個傻少爺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位傻少爺呢 傻頭傻佬 怎麼看他都跟合適無半點關係的 知道但是有一點 第二個人真是比他不上 這個人生來一條根而已 認準了事 就算他撞了牆都不會回頭 十條牛拉他不回來 就算撞那麼長 他都會繼續往前走的 只要提前告訴他 其他人說什麼他都不會理的 天底下絕對不會有第二個 讓他再適合的人 吹老道就想好了 心想就是他了 那竹妖的事呢 刻不容緩 他現在就動身了 他即時就出門去找那位傻少爺 雖然說 送綠燒奏表呢 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 但是這位傻少爺呢 真是好記性 他一見到崔老道就急了 掛著他就問 你這個牛鼻子老道 你上次說好了 送我爹去做神仙 怎知道送到藍天門 被人槍斃了 我還未跟你算帳 你還敢玩上本 那他遞起手就要去打崔老道 崔老道就知道傻少爺 肯定會提回這件事的了 他來的路上已經想好了 連望他解釋的話 孝子你先別急著 就根本不是你想的 你在裡面一定不會 你爹早就入了藍天門 就不知跟哪位神仙下棋 絕對就沒有被人槍斃的 當時街上邊就有過兵 開槍打死個牛大咀 這些你親眼見的 我又沒有騙你 不過呢 那也叫陰和得福 你爹上天做神仙 手底下都要有人洗一下 正好呢 就叫劉大咀 去做這個引路童子 安前馬後 復治你爹嘛 傻少爺一聽一想 咦又是喔 劉大咀確實死了 看來崔老道沒有說謊 況且 聽他的意思 劉大咀都沒有白死 上天時候說爹 這件好事來的嘛 那就不追究了 書中代言 做白事這個劉大咀呢 在天津位 是絕對有名有好的 那麼到了後文的書裡面 這個傻少爺 又做上了那些打打殺殺的古華仔 憑他一股傻頭傻佬 都做出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同樣不是簡單的人 不是簡單的事 舊時天章位上面呢 就出了四神三妖七絕八怪 這八怪裡面呢 無論善惡良善 都是響當當的人物自好 單單拿出一個出來 就足夠講整本書的了 那有機會我們再講一下 我們跟著說回吹佬道先 他出來之前打聽清楚了 傻少爺的家裡呢 本來就家存萬貫的 他說要留下那些家產 不說金生銀生先 也都差不多幾多了 但是 都鑒不住那些狐朋狗有騙他的 平時他花錢就好像流水那樣 洗個都不抹腳的 這兩年呢 早就把那些家產花了一大半的了 傻少爺是北城一等一個富戶 他集中專門有放錢的屋子 一搭搭銀丸鈔票 全部搭在地上 他再傻 都看得出這些錢少了 整屋這麼大的錢 沒有了半屋 那畢竟怎麼都不一樣的 那稍為有些良心的 就告訴他 外頭的朋友要分清楚 有很多是來騙錢的 自己的東西呢 就不可以盡順 傻少爺別的東西不知道 他知道錢呢 就肯定是好意來的 有什麼都給不上錢 但要他分清楚 哪個是好人 哪個是壞人 哪個騙他 他怎麼分呢 崔老道一聽就正中下懷 他本來呢 就找上一本煽風點火的 就順著傻少爺說的句話 那說老道直言 你呢 就面帶破財之上 是不是經常有小人 專門來騙你的錢呢 傻少爺現在一聽 連連點頭 哇 這個崔老道這麼小 這樣都算到 崔老道是什麼人物 擺攤算掛最擅長 觀賢拆式的 他吃這碗飯的 一看傻少爺這樣的反應 他心裏就有底了 他繼續說 老道我欺子一算 以前那些騙你錢的人呢 雖然是黑人真 但是那些小河流水 你家就加大業大 就不在意那些錢 憑少爺你的機智 你會看不出嗎 只不過你責心人口 爭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打傷他們 就是你而已 崔老道說這番說話 好有學問的 不潛身不露水 幫傻少爺 奪頂公武先 一個是說他家 家財萬貫 另一個呢 又誇他機智 俗話一講 伸手不打笑面人 傻少爺不喜歡聽別人說他傻的 崔老道一邊就說他機智 傻少爺一聽就高興了 覺得那個崔老道 說得沒錯 說得沒錯 只是說實話的 咬開嘴就笑了 崔老道見這個火候差不多了 他又跟傻少爺說 剛才頻道只說了一半 緊要的事我還沒說 雖然 你周圍你的豬朋狗友 吃不窮你就花不窮你 但是我喀子一算 最近 有個穿黑心的老爺 在謀你家裡的錢 想握住你家裡的錢 那就太肯讀了 你這個老爺很艱惑 他主義又多 再聰明的人都會上他當 老道我呢 就特意過來幫你通風報信 我們兄弟就不可以 給這個老爺得情的嘛 崔老道就這樣一番花言巧語 說得好像真一樣 傻少爺就聽到偶下偶下 他呢 這幾年都虧了不少底 最怕人家騙他錢的 他一聽崔老道這番說話 連忙就嚇了一跳 他馬上問 喂喂喂 那怎麼辦 道長你要教我 你要教我才行 崔老道把口多厲害才行 其實他是沒有什麼良策的 只是將之前 觸付鐵柱的東西 又圓風不道地說給傻少爺知道 只要他這樣做 肯定可以保住家財 那就必須以不變應萬變 不論對方說什麼 絕對就不可以開口的 否則你的錢就沒有了 只要記住這一點就行 崔老道行走江湖 全靠一把口 別的樣子他就不行 吹水 他在天周圍認第二 沒有人敢認第一 更何況老點一個傻仔 當時傻少爺眼淚水都感動得要飆出來了 他對著崔老道千恩萬謝感恩戴德 又從那三袋裏面 拿了一大把銀丸塞給他 崔老道嘴上哪個客氣 支大的手就不老實 連忙就接銀丸塞向懷足 又將那些鋼針 大香和符咒留下 定足再三 這樣才辭別而去 在當日的晚上 那個傻少爺和鐵柱一樣 床頭貼符床上點香 倒頭就睡了 到了晚一刻 他拿著鋼針就出門了 一路就往南走 同樣 在半路上真的遇到那個黑衣老爺 第一天 那個黑衣老爺呢 才問傻少爺去哪裏 又說那個地方不可以去 這個傻少爺呢 只是記得吹腦到的東西 他認為這個老爺 肯定是騙他的家產的 根本就不理他 很順利 就這樣對到水邊 掉下一枚鋼針 靈轉身就扔了 第二天 那個老爺又求傻少爺回去 要錢啊還是要元寶啊 那傻少爺是直長直眼 實心眼的 認準了這個黑衣老爺 肯定是騙他的 謀他的家產 一說話他家裡的家產就沒有了 所以他就閉嘴不答 一路往前走 應該怎樣走就怎樣走 應該怎樣扔 講中他就怎樣扔 好了 又到了第三天 那個老爺已經空上不露了 就說他吃了傻少爺 全家大小 這一招夜呢 對鐵柱有用 因為鐵柱是孝子 家裡有爹娘 但是傻少爺 一聽他這句話 差點笑出聲 更加就相信崔佬說的話 這條老爺擺明就騙他了 家裡就只有他一個人 哪裡來什麼老小 他爹早就上了南天門做神仙 其餘都是下人 要死就死了 因此他又不吃這套的 直徑地往前走 那個黑心老爺這個時候才意識到 這條人的腦真是疏疏的 等到傻少爺把鋼針丟掉 到了第四天早上 幾片朝霞飛天 一輪紅日上扶桑 又是一個好天氣 催老到連環就趕到南蛙 好遠就見到水邊站滿人 到遠處一體 原來河裏面浮了一條三丈幾長的大黑魚 這條魚嘴吐血末 白土朝天 圍觀的人無不驚嘆 紛紛紫點點 不知這條蛙為什麼會來這麼大的魚 催老到心裡就踏實了 走到人群之中就暗暗點頭 他知道傻少爺肯定就已經把這些河魚含住了 喂 你們聽清楚 是含著的 不是脫了 周圍看熱鬧的村民 都知道有著做可撈了 將南蛙這條三丈幾長的大黑魚 用鐵勾勾上岸 然後各家各匯爭相上來割肉 黑魚吃得很雜貨 什麼都吃的 哪怕是釣到水裡用死貓死狗 河屍都會噴得乾淨的 知道但是老百姓不理這套東西的 本來都沒有什麼飽飯吃的 現在吃魚肉 又不用花錢的 是不是 怎麼可以放過 拿著菜刀拿著腩 你一塊我一塊爭鮮恐後 就只是把這條魚割得乾乾淨淨 不到一個時辰 這條大黑魚就只剩下一堆白骨了 那等到眾人散去 所以趨老道現在一走上去 收斂這些魚骨 就地用火燒成一塊灰 裝在壇裡 埋到城西的染骨塔下面 從此之後 天章城就少了很多水災的發生 直到1956年的時候 染骨塔因雷擊破壞倒壇 當年的順旗都年年暴雨 紅水就好像脫疆的野脈一樣滾滾而來 淹沒了大半的城區 那民間傳說 河妖呢 就是這條大黑魚了 也都有人傳說 是一條大網 或者是老別 總之越傳越邪 出自裏在那裡入厄爾 添油加醋怎樣說都有 那只大趨老道就知道 黑魚就並非河妖 而是河妖附在他身上 河妖的形態不是固定的 趨老道有本事 但是他都沒有辦法 將它徹底消滅 只好捉起來 陣向這個染骨塔下面 那座染骨塔 乃是城中二民所造 專門用來修煉那些荒膠野地 毛主絲鞋的 那些塔裡面堆滿了白骨的 加上塔上面全部的符咒 塔頂又以八卦為影 任何妖魔鬼怪都震向塔下 只能是 這裏只是震著的 就不是消滅 想要徹底消滅 就要看天意 那趨老道捉了河妖之後 就將這個河妖的骨焚成灰 雙眼彈足 埋向塔下面 好多年之後 就終於等到天雷豬妖了 於是連同石塔一同被劈毀 沒多久之後 天津城又捉了洪水 那第二個就不知道 吹老道明明白白 指向這隻河妖 連心日久度行太高了 捉到天雷就必有異象 這樣才引來這個洪水 不過呢 經過這場大水之後 天津城往後不知多少年 都再沒有水還的 傻少爺捉妖有功 指向崔老道明白這個錢後過 他是自己完全不知道 就是以為他黑衣老爺 沒了家裡的錢可以保住 整天胡天胡帝不斷花錢 那照他這樣花 金山銀山都頂不住 終於最後 就將父家產敗到精光了 以前 傻少爺家裡太有錢了 他爹爹留下那些田產 糧田千頸 家裡又多 那不用自己耕種 全部租給那些田戶 到年尾收租 那不單止這樣 他家裡的房產 筆下幾十條胡同 也都是全部租出去 家裡還要開著當舖 傻少爺他爹 都知道他兒子有點疏 等到自己百年歸老之後 自己這個寶貝仔是沒有人管的 為了幫這個傻仔留下那些存款 老爺子呢 就命人鑄了十八尊金羅漢 從小他告訴自己的兒子 記住這三句話 放債就沒土債 種地就別插洋 沒錢就打和尚啦 這些不是信口尿 是給他兒子留條後腦 放債沒土債呢 即是當普 借錢當野不離屬 當普是最賺錢的 種地別插洋 就告訴他 去收租就行了 有田會去種 自己不用操心 沒錢的時候 就把十八尊羅漢打碎 這些錢呢 夠他花了一輩子 他老爸心裡有數 知道這個傻仔呢 經常說這幾句話給他知道 他會記住的啦 知道嗎? 最後的遺囑都未來得及 老爺呢 就去了藍鐵門做神仙 傻少爺站在那裡吃 就躺在那裡洗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都在那裡洗腳不抹腳 加上那些狐憑狗又連探大握 按照他這樣花錢 你別說十八個羅漢 金山銀山都搬空啦 就知道 田又賣光 地又賣光 什麼都敗光了 等到沒錢開不了飯的時候 他就想起他爹說 沒錢打和尚喔 終於跑到寺院裡面 拿起掃把一通亂打 專門就找那些江頭和尚落手 終於就被人家困到精神病院 找了半個多月 那家人雖然沒有什麼親戚 但手下洗完的人都不少 工錢欠了一年多 他們一看傻少爺都入了精神病院 還留在那裡做什麼 於是就湊起來一起商量 將他責院的房契 全部拿出來變賣一空 大家分了錢 各賓東西 來了個樹島胡宣散 傻少爺從精神病院一出來 回家一看到房屋 換了主人的大佬 就跟人家講理 怎知道被人打到半死 禁大家家業 幾年被他敗了 一個崩都沒有 終於他就流到街頭 忍機捱我 這個傻少爺 以前是住在大大院的 依賴伸手 飯來張口 要什麼就有什麼的 他哪知道什麼人情冷暖 如今淪落成這樣 就無處安身難命了 整天都東遊西跨 結果呢 就誤解了一些匪女 俗話說得好 學好就三年 學壞三分鐘都不用 但是 這個傻少爺呢 其實生得五大三粗 而且他什麼都不怕 什麼規矩都不懂 從來都不按套路出牌的 全憑我都很傻頭傻佬的 就暗指監出島 要什麼時候運出名堂呢 再在這個出水龍旁邊 加上這個長運 就變成轉天龍 那 橫盲的人呢 就會在這個胸口 問個抬頭龍 暗指從來不低頭 那黑白兩道通吃的那些 就會問個肩龍 兩個肩頭上面 分別有一條龍的 是告訴你 官司兩邊他都搞得怎樣 有錢有勢的人呢 都會出來走的 不單止是為了吃飯 而且是為了欺人 和招搖過市 這樣的人呢 就會問盤腿龍的 兩條龍 從腳到頸 一直盤到大腿根 這個就講明啊 這個人根基的好眼 輕而是幫他不動的 那除了文龍之外 還會問什麼呢 關二爺馬上論刀 三太子鬧海伏龍 這些都有講法的 有講究的 含義完全不同的 你問什麼呢 是代表你撈什麼飯 什麼地位什麼身份 不是你想問就問的 傻少爺知鬼這套東西嗎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規矩 他看什麼熱鬧就問什麼的 左臂上面聞的是三仙像劍 右臂聞的是五鬼擒龍 那些呢都是成名那些古話仔 先敢在他身上聞的 於是他是傻仔 那樣 整天就打他斜辣露出那些紋身 最後呢 他整天被人打了 但是他是傻的嘛 他哪個都不怕 又橫盲又不講理 打騙街就罵騙行 就算你七個八個人打他 他都不在乎的 但是你就捱餐打了 如果講起吃飯 還笑死你 那比如說 哪個家的飯菜剛剛放上桌子 還沒等動筷子 他一腳踏過門 走進來坐下來吃的 你嘗試不讓他吃 他就反桌 講粗口 你跟他動手 他又跟你動手 打不過就捱打了 反正你又不敢打死他 捱完打之後 他明天還來 看你把他點 那沒辦法了 你只好求他明天換個地方 不只是吃他一家 這個傻少爺 整天就走關 吃睡安完全不是問題 哪個家的門他都敢進 哪個家的東西好吃 他都敢吃 就是沒有辦法 那到後來 只是吃你的喝你的都不行 還要騙錢 你不給我不走 那憑他這一股傻頭傻腦 居然也都響了名堂 一提天章傻少爺 沒有人不知道的 哪個都惹不起 那當時有個天津 可以說是騙地古華仔 四大家族各具有一方 分別東南西北 四城邊站穩陣腳 各有各的自豪 東城的老軍 西城的老穴 北城的四海 南城的九穴 彼子之間都界限分明 如果有人越了界 去另一個人的地盤搞事 就會引發一場惡鬥 那些古華仔打架起來 真的不管什麼三七二十一 打起來就脫掉了 反正就怎麼肯怎麼打 如果從哪個嘴裡 講出一個伏字的 那這樣就死了 以後都不用抬起頭 那四大家族爭鬥呢 就很多年了 地盤都相對穩定 很少人就出去找麻煩的 倒都相安無事的 誰知道出了傻少爺這個人 他就什麼規矩都不說 打得過就打 打不過就刺得鼻涕 他又肥又大隻 又不怕刀槍 天津城四個角落 就沒有他不敢去的 捱腳一打他都不在乎的 那後來乾脆就沒有人敢打他了 真是累了嘛 四大家族都怕了他 官廷就拿他沒辦法 那他沒有幾大罪過的 無非去別人家吃飯 你不能拿他去槍斃嗎 對不對 你抓他回來 困住他 還要給他飯吃 打他 罵他又沒有用 都真是不知什麼人 直到最後 官廷就想了一個字 古惑仔的辦法 那些古惑仔呢 最喜歡衝英雄 衝好看的 如果哪個認衰仔復軟 以後就不用了 於是 官廷呢 就把天津全部有名 有姓有能有角的古惑仔 全部抓回來 傻少爺都在其中 他又不想走 反正去哪裏吃飯 都是吃飯的 那抓到回來公堂之後 又不審 又不問 又不打又不罵 又說 喂 幹什麼呢 原來 是要這幫古惑仔認乾媽 於是官廷就去妓院 找幾個人老豬王那些老舉 嘻嘻嘻嘻 淫聲浪叫 麥特的鼻呢 就走進來一棋 就叫這幫古惑仔 一個一個地 從這些老舉富浪下面捐過去 一邊捐著一邊叫 叫乾媽 那不捐富浪的呢 一路打入木龍 放在太陽底下曬成鹹魚 那這樣做呢 名義上 就是對刁民律師懲處 一又沒有打 二又沒有槍斃 就是這樣曬 曬死了官廳就沒有責任 如此一來 就等於把古惑仔逼上了絕路 你一不是就捐老舉富浪 一不是就會被曬死 哇這次就熱鬧了 圍觀那些老百姓 女三層外三層 不停拍手叫好 那當時出來走 那些大佬 全部都有頭有面的 就算斷了手斷了腳 都不會皺黑眉 誰都不捨爹娘的 捐老舉富浪 還要叫乾媽 那你不就是老舉醬的 這個好沒面子 那如果硬頸些 靈死不從 那就會沒命的了 大部分的 都覺得好捨不如賴活著 捐富浪而已 贏過乾媽 鋪頭暗面就走出大堂了 那以後再都抬不起頭了 但是 這個傻少爺根本就不知道 這個臉皮是什麼 他也都不要臉 富浪他就捐過了 他根本就不在乎什麼捐老舉富浪 反正出來之後 繼續 如果要說鬥捐富浪 真的沒有人捐得有他快 乾媽他真的最多了 誰敢跟他比 從此之後 他是更加肆無忌憚 橫衝直撞 一例而去 中藥成天津城一霸 但是這個傻少爺的結局 最後是被人槍斃的 那究竟這個事情 經過是怎樣呢 我就下次再說了 各位聽眾 我聲音大家都聽得出 感冒 昨天喉嚨有點痛 很辛苦 所以沒有錄到 我們明天見 拜拜